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军的军事实力也稳居世界首位 在美国政府的巨额投资之下 各式的先进武器装备层出不穷 每次新武器问世都能引起国际社会高度重视 引得各国军队纷纷效仿研制 五代隐身战机F22猛禽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全球第一架五代机 F22一经面世就在全球范围内 引起一股研制五代机的风潮 除了俄罗斯 瑞典 法国 英国这些欧美老牌军工大国 甚至连韩国 印度也开启跟风开启五代机研制计划 直到14年后 由中国自主研制的歼20隐身战机才首飞成功 打破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 俄罗斯研制的苏武器也完成量产 首架将在俄空天军服役 剩下的几个国家的五代机研制项目 均以失败告终 这款五代机2010年完成首飞 时隔11年终于等到首架量产战机下线 俄国防部门表示 从2021年开始提高苏武器的生产速度 尽快将76架五代机全部入役 预计会在2028年完成装备 俄空天军三个航空兵团 作为继F-22 F-35歼20之后 全球最新一款研制出的五代机 不仅有利于证明俄罗斯航空工业研发技术 未来几年随着战机陆续入役 俄空军实力也会迎来一次大幅度的增长 无论苏武器和F-22 F-35歼20相比 在技术上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 可以量产入役 就标志着俄空军不再受美空军战机的降维打击 代查压制将不复存在 只剩下技术 配套机载设备驾驶技术的较量 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 苏武器更加强调多用途能力 具有超音速巡航 高度隐形 高机动性等特点 而不是像其他三款五代机一样 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的一种攻击方式 隐身性能 机载系统的信息化都不如F-35 隐身能力更是它的硬伤 是这四款五代机中最弱的 不知道俄罗斯专门为其研制的新型隐身涂层 能不能有点作用 唯一突出的优点 大概就是航发装置 推力107千牛 加力推力达到187千牛的 使力推力发动机117F 使其具备出色的超音速飞行能力 最大续航能力5500公里左右 能做到300到400米内起飞 事实上 无论这款战机有多少硬伤 也无法忽视它对俄罗斯全国上下的鼓励作用 对于解决俄罗斯面对的困境 有很大帮助